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本期我们来玩一下未来模组的最新科幻派系 一个月前,作者一直在发布这款模组的测试视频 然后在本月,也就是7月10号,公开分享了这款模组 这次的未来科幻派系有两个阵营 一个是各种装备的战士阵营 一个是三款载具的阵营 我们先来玩一下第一款人物,反物质专家 他的枪械上有红外线瞄准器 他可以连续攻击,抑制敌人的行动 敌人被击杀以后,就会变成一个透明的状态 敌人靠近他以后,他还可以飞上高空继续瞄准射击 但是对于血量较高的角色,就不能轻松的击杀掉 必须要增加数量,才能很快的击杀 同时,无法防御远程攻击使他致命的弱点 第二款人物,未来炮兵特种部队 他的头上有红外线瞄准器 背后是炮筒,手上拿着的是发射器 这款人物的射击距离比较远 并且有一定的锁敌功能 打击面广,杀伤力十足 如果你要玩山头攻防战,带上他,绝对爽歪歪 第三款人物,科幻刺客 左手持枪,右手拿着匕首 他的瞬移距离没有暗影行者远 但是他有分身技能 这些分身就好像灵体状态一样 不断的攻击敌人,近战远程轮番轰炸 此外本体也能变成一个隐身状态 可以投掷烟雾状的生化武器 第四款人物,特斯拉EMP游侠部队 他的身后背着飞行器,手持双枪 上下不停的浮动,非常的不安分 进入到战斗以后,双枪可以射出磁力攻击 并且带有实听效果 第五款人物,光的力量 他的武器是剑盾 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就好像闪电侠一样 攻击带有毒属性 也可以将敌人打成透明状态 地图如果小一点都不够他玩 直接能把自己玩下去 既然是速度型选手 那必须要和超农来比试一下 目前看来超农在他面前 根本没有速度可言 不过一旦被超农击中 他就一命呜呼了 第六款人物,特殊机械力 他的身后有彩色的光翼 可以在空中飞行 手握两把光剑 也是可以将敌人击杀为透明状态 攻击时光剑会有残影效果 向极了高达 太酷炫了 第七款人物 无人机工程师 手上端着电脑 拿着无人机开启战斗以后 会释放出不同的无人机 都是随机匹配的 一种是给本体使用磁力 可能是恢复血量用的 因为这款无人机的屁股上 有个红十字的标记 一种是飞行射击 还可以投弹 还有一种是机身带有刀片 接触到敌人的一段时间后 就会产生自爆 此外人物本体还可以开启紫色护盾 我们单独看一下护盾的效果 弓箭射进护盾以后 身上就会射出紫色的激光 将这些射进来的弓箭 全部消除掉 第八款人物 机械操作员 和无人机工程师的配置差不多 只不过他使用的是机甲战士 也是非常酷的 同样 他的本体也是可以开启紫色护盾 机甲战士每次召唤 也是随机性的 有时是机枪射击 有时是磁力攻击 第九款人物 特斯拉侦察狙击手 两名士兵用树枝草堆 做掩体进行远距离的狙杀 目前的攻击效果有三种 一种是磁力攻击 一种是雷射攻击 还有就是连续的射击 别人靠近以后也不怕 我们依旧是可以飞到高空中躲避 并且还击 让对手十分的头疼 接着我们来看 载具系列 一共有三款载具 第一款是小型悬浮摩托 攻击方式也不是很特别 就是横冲直撞 不停的射击 第二款是大型悬浮摩托 这个造型就比小型的拉风多了 非常帅 最后一款是一架运输机 做得非常精致 战斗时运输机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士兵 这些士兵都是我们之前刚刚演示的那些士兵 不过也是随机排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